The BCCC I.I. Gavita Chapter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second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second officer induction ceremony. 菲律宾中国商会贾美地省分会欢庆成立二周年并举行第二届理事会及妇女委员会职员就职典礼。 2024年6月30号晚上7时菲律宾中国商会贾美地省分会贾座东海皇宫酒家欢庆成立二周年并举行第二届理事会及妇女委员会职员就职典礼。 菲律宾友好团体代表嘉宾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 大会在祥师的欢腾中拉开了序幕。 名誉会长林火炎、创会会长洪传晓、创会会长陈乐团担任大会主席。 大会主席洪传晓在职词中回顾了商会两年来的成长历程。 感谢首届会长林火炎和执行副会长陈清元等人的心情付出,并对新届联席会长陈万冠和吴金珠的未来工作寄予厚望。 他鼓励大家为商会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 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侯士练担任金氏元,见证异性移交并训会。 他肯定了华人华侨对贾美帝省精进的积极影响, 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新起点上永三责任,推动贾美帝经济高品质发展, 并强调商会应加强联系与合作、银居力量、共同描绘美好蓝图。 新届联席会长陈万冠回顾了贾美帝省分会的发展历程, 感谢每一位同仁的无私奉献,并表示将竭尽全力带领新届理事会, 推动商会的会务发展,提升商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 新届联席会长吴金珠则感谢创会会长和全体同仁的支持, 强调将秉承商会宗旨,带领商会积极参与居住国的慈善公益活动, 为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菲律宾中国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洪祈祥担任主讲人, 他在讲话中激励新一届理事会开创新局面。 在嘉宾这次环节,菲律宾希朗孤尔运运长阿西诺斯在讲话中感谢商会对孤尔运的支持, 并表达了对商会未来的美好祝愿。 期间,颁赠感谢顿牌与名誉会长林火炎, 创会会长洪传晓,创会会长陈月团, 金石元侯施烈,主讲人洪季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 现场还播放祝贺视频,颁赠荣润颁出并举行捐赠仪式。 最后活动在住酒环节中达到高潮 全体与会者共同取杯 祝愿商会的未来更加辉煌 执行副会长丁燕之谢词 感谢所有来宾的支持和全体同仁的付出 林坚副和秘书长韩孝担任大会司仪 介绍主兵席兵主 庆典穿插了多个精彩的于性节目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对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